XXY跟妳看電 讓妳看電 更有根 我是XXY 我們現場還有 小山 是的 看到我們兩個的組合 就知道說我們這禮拜的 跟妳報新聞又回來了 欸 新聞 新聞 對 是新聞 沒錯 是新聞 芯片也有啦 沒錯 哈哈哈哈 對啊 還是跟大家來 就是 報備一下啦 就是說原本在做 報新聞的新聞整理這個部分 是Jericho來做嘛 這兩個禮拜 讓Jericho好好的準備指考 所以就由小山來幫我們代班 來代班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 如果想要聽到完整的 跟妳報新聞的 長版的內容的話 請到文字說明的地方點開Podcast的連結 就可以直接聽到完整的 聲音的部分 在YouTube上面呢 我們是用一則一則單篇的新聞 來做分段的上傳 那如果想要討論 跟我們一起討論新聞的內容 在各 就不管是在聲音平台 或是在YouTube上面 我們都會看喔 可以留言跟我們一起來做互動 沒錯 好那我們這則新聞要分享的是什麼呢 喔要分享的是 不只是奧斯卡延期 這些影展典禮 耶哈咖 好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前幾個禮拜 一直都有陸陸續的傳出 什麼什麼影展 要延期 或是最終取消停辦之類的 那上禮拜我們就分享了那個 SDCC動漫展 不延期不延辦 但是它用 線上方式 對對對 所以最近就是這個最大的新聞就是 奧斯卡終於 鬆口 就是說它要延期了這樣子 延期延期 而不是取消 至少不是取消啦 好不好 我覺得至少不是取消 對啊我覺得至少是延期而已 對 那 內容是在講什麼呢 沒錯就是其實它延期 它原本是說 原定的日期是2021年的2月28號 然後現在延期到4月25號 你說延了兩個月 延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左右 然後它的報名時間呢 其實也就是延長了 對 然後3月15號的時候 會公佈入圍的名單 是的 所以 而且其實它有說就是 如果你因為疫情而延期 或者是疫情而就是 變成在影音平台上面播放的這些電影 也都可以變成參賽的電影 是 這個其實我們前幾個禮拜也有提到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 這一次它是把檔期真的就延後了 終於 應該說 鬆口確認的檔期 然後也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明年頒獎典禮的一個規劃 沒錯 對那其實呢 原本奧斯卡的這個規則 都是 應該算是比如說2021 就是頒2020年的一整個年度上映的電影 那上映的規定其實就是 我們一直都有聽到 道德院線 就是 除了在院線之外 它就說 你要在美國 商演 一個禮拜以上 才有資格 你如果是放個一天 對 花錢放個一天 也是 那也不算 那也不算 證明市場性 對對 然後是從1月1號的凌晨0點開始 到12月31號的晚上12點為止 這段時間點有 在美國 尤其是洛杉磯郡這個地方 然後商演超過一個禮拜以上 才有資格 這個 報名 報名這樣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原本有排定檔期 但是因為檔期 在疫情的期間你沒有上 但是後來轉到串流平台 這樣子其實也是ok的 對 你說標準放快蠻多的 對對對 那所以有些人就問說 那之前的愛爾蘭人啊 之前的像羅馬 喔真的欸 這種的話 它本來就在Netflix上面了嗎 對 這種的話 它是 但是它算嗎 它是就是 為了Netflix 為了要符合規定 喔它去上映了 它故意去給它用上映 對 是用這種方法 那 我 我其實 很早之前就有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說 奧斯卡 到底會不會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讓以後 乾脆就是說 欸 那能不能連 串流平台上面的電影 也可以算 不要那麼麻煩啊 對啊 還有說什麼一定要上映 但是我覺得它 會規定一個上映 應該是想要證明說 這些東西是除了 就是評審喜歡之外 其實你還有證明自己 其實有在市場上面的效果 可是問題是像 Netflix那種過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之前沒有考量到 會有串流平台這種 對 Turning point的產生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 就是依照 時事直接去幫它改一個規則 做這件事情 但搞不好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也被迫讓這些委員會 必須要去正視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一直都 就是串流這個東西 一直跟這個 傳統學院派一直有衝突啊 對對對 所以這其實 到底要怎麼樣界定這個 這個分界點 我覺得那個越來越模糊 然後而且 老實講 我覺得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取得這個影視作品的方式 越來越多 對 而且你看 就是一個電影 一年的檔期也才多少 對啊 如果真的是要把 就是你看Netflix上面那些 自己自製 製播上去的那些電影 算進去的話 根本排不完欸 是啊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個 這個到底能不能就是 問號 這個問號 對 這個我覺得還有一段路要走啦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趨勢 對 因為畢竟串流平台 獲獎或是入圍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得不面對的事情啦 然後這次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欸讓他們稍微 這個 這個 原本那個眼睛都 都沒有在看他 然後稍微就是 要得要喵給他一眼 喵他 雖然還沒有正視他們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是有 稍微注意到這件事情的啦 欸那你知道因為那個奧斯卡他 延期嘛 是 這個是他歷史上面的第四次延期 你知道他前三次延期是為了什麼嗎 喔為了什麼 我後來就去查了一下 OK 他第一次延期呢是1938年的時候 洛杉磯那邊大水災 所以他不得不延期 因為他就沒辦法辦 洛杉磯水災 可是沒有停辦嘛 應該說他延期一走 喔OK 這些都是延期 他都沒有停辦 是 然後第二次是 就是1968年的時候 那個Martin Luther King 他被暗殺 喔OK 然後在暗殺的時候 他的那個喪禮裡面出現了衝突 所以他就沒辦法就是如期的辦 所以就延期了 是 然後最後第三次延期是1981年的時候 就是有人試圖暗殺當時的雷根總統 試圖暗殺而已 嗯 然後他延遲24小時 喔OK 對 所以就是這三次 OK 然後再加上第四次 那第四次應該是 武漢肺炎 延期最長的時間兩個月 對啊 延了兩個月應該算是 沒錯 對現在延期裡面最久的一次 嗯 我的一些冷知識與大家分享 好的 這個 Thanks your information OK thank you FYI No problem 對那 除了奧斯卡之外呢 還有什麼延期的消息嗎 喔對 艾美獎也 喔艾美獎現在是 尚未確定舉行行事 對 就是他原本是在9月下旬 對本來是在9月20號的時候要辦 但是他現在是說 尚未確定舉行行事 是 搞不好有些變成線上什麼之類的 嗯 因為我們看到第39屆的那個香港金像獎 嗯 他就是取消實體頒獎典禮 然後變成線上 嗯 然後線上在直播的時候 直接公佈得獎名單 得獎的事 嗯 就以那個評審團主席 然後就這樣念完 然後就11分鐘就結束了這個頒獎典禮 也是一個很快速就結束這個頒獎的過程 哈哈哈哈 OK 嗯 但是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啊 嘖 你就可以知道說為什麼 什麼 就是說其實第一屆他舉辦的時候就是 公佈 已經很早就已經公佈得獎名單了 蛤 所以不是先公佈入圍名單 然後再公佈得獎名單 沒有沒有那麼複雜 就直接說 就直接說 得獎的事 叉叉叉叉叉叉叉 然後把他列出來而已 你看到得獎名單 很早之前就已經公佈了 然後他們那一天 就只是去領獎而已 哦 所以本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真的只是一個頒獎 對 就是給你獎 然後而且頒獎的狀態 嗯 他那個也不像現在有什麼 啊宴會什麼 嗯 他其實就是一個餐會 就大家進去吃飯啊 然後呢那個 不可能會讓我想到大學的一些小必點 類似 對 對 就是大家進去吃飯 就有點像是現在的金球獎的感覺 就是 坐在圓桌子 就是一個餐會 然後有主持人上去 嗯 然後開始 然後串場 然後念個得獎名分 然後整個 我記得我看到的資料是說 整個頒獎典禮 也15分鐘結束 So fast 對15分鐘結束啊 就是上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吧 所以流程很快 現在變5小時 然後而且 呃就是 進去好像門票啊 那個時候的門票只有 只要好像1塊錢美金吧 哇哦 30塊台幣 呀 解決了一場奧斯卡頒獎典禮 所以你就很想像說 哇現在大家還是什麼 想盡辦法要縮減 然後要什麼有的沒的 對 你就知道說其實 頒獎典禮它其實是 背後一定不只是只有頒獎 對 它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 讓大家共享榮耀跟 跟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呃告訴了大家說 一年又過去了 對 我們來回顧 有哪些優秀的作品 而且對產業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啦 對啊 因為它必須要每年都要更新 比如說這樣子 有一個獎項才可以讓這個 產業有所流動跟活性 是啊 我覺得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頒獎典禮的背後啊 這個 算是一個 你就可以知道說嘛 像 那個香港金像獎 你剛剛講的 11分鐘把它唸完 對啊 你沒有說 它錯啊 因為它真的就是頒獎 對它真的就是頒獎 對啊 嗯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對 我看到的資料好像還有那個 英國影藝學院 呃 就BEFTA 呃 號稱是英國的奧斯卡 那也算是 奧斯卡 前哨風向球 哦 對 就是英國他們那邊搬的嘛 對 那也是 通常都是在奧斯卡的前兩週 或是 三週左右 對 對 就是在獎記的時候 然後最後是奧斯卡做節嘛 那 那英國奧斯卡英國影藝學院獎 這個 算是 呃 就是在奧斯卡前戲的 第二個大的獎項 嗯 就一個風向球 對 那原定是明年的情人節 2月14號 2021年的2月14號要上 啊 但是就也是延到4月 而且它剛好就是在那個奧斯卡的前兩週啊 是的 所以 差不多這個時間點 欸 但是有一個沒有延期的 沒有延期的電影頒獎典禮 是誰呢 是什麼 是台北電影獎 哈哈哈 台北電影節嘛 對 台北電影節沒有延期嘛 是 然後還是會在6月25號到7月11號的時候做 是的 然後台北電影獎的頒獎典禮呢 會在7月11號的時候舉辦 是的 嗯 近期啦 就是我們上禮拜電午430的時候 就有請Pony來介紹台北電影節 嗯 對那 也是台北電影獎 算台北電影節裡面的其中一個 電 這樣所以 就是近期啊 就是在這禮拜 端午節的時候呢 也會隆重的舉行啊 沒錯 那所以大家也可以 喔就是 查一下場次啊 就是有些票 還是可以買得到 不要在那邊聽著人家講說 啊搶不到票什麼的啊 還是有很多場次是可以買得到的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台北電影節囉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節的這個 呃 影展延期啦 奧斯卡延期啦 這些消息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件新聞 有什麼樣的看法都歡迎在留言版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留言一播 讓我們一起來討論喔 沒錯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也或是聲音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傳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聲音平台囉 好的 那我們下一則新聞 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